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然而 你们现在不能承担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 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 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 他要光荣我 因为他要把有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为此我说 他要把有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一生是基督的佛言 一生是基督的传告给你们 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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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为此我说 他要把有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在这一句话里 已经提到了三位 父 我 还有他 他是圣神 因为在上一段说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 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今天我们庆祝圣三节 耶稣在世界上完成了救赎工程 两个月以前我们庆祝了复活节 耶稣在世界上 三十三年最后 为了救我们而死而复活 我们看到耶稣的生活 然后上一周圣神降临 我们又看到 圣神是另一位 他也来到人间 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看 天主有三位 这就是要理上从小我们学的 天主有几个 有一个 一个天主包含几位 包含三位 三位就是父 子和圣神 其实这三位 我们从小都学过 对于很多人来说 它是我们学的 要理中的一句 换句话说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点神学的知识 关于神的知识 我们知道天主有一个 其中包含三位 再说糊涂一点 到底天主是一个 还是三个 再多了 我们也就不清楚了 反正从小就是那样背的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在这里什么是真理 真理不是一些知识 一些学问 我们慢慢要明白的 真理 真理是一位 耶稣说 我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天主是真理 圣神来了 要把我们带到天主内 所以耶稣说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带到天主内的意思 是我们认识他 我们爱他 这个是进入他内 在圣经上认识 不只是一个 人跟人之间的见面 认识 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结婚 他们一起生活 说他认识了他 亚当认识了恶霸 他们两个人成为夫妻 开始 你在我内 我在你内 他们活在一起 这个叫认识 所以圣神来了 要让我们认识真理 让我们进入真理 换句话说 让我们进入天主内 跟天主在一起生活 天主圣三 不应该只是一些理论 从小背过 过圣三主日 我们再重复 再讲天主 有一个 有三位 一个不是三位 三不是一个 等等 我不想讲那么多 神学的理论 让我们看 耶稣自己的生活 因为耶稣 他是天主也是人 有一天受审判的时候 比拉多把耶稣带到台阶上 说请看这个人 这句话不只是对下面 控告他的司机长 经事长老们说的 是对全人类说的 请看这个人 这个是人的样板 这个是人的模范 你们要看着这个人 照他学习 像他一样生活 一会儿我们要念信经 信经上有一句话说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万物是照着他而造成的 特别是人 是照着他造的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需要认识 他一到世界上来 他说 圣保禄宗徒在西伯来书上 这样说 牺牲和宿记 非你所洗 全凡记和数罪记 也非你所要 你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看我来到世上 为成行你的旨意 父我来了 这个人到世界上来 一来的时候就说 看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 圣神要临隐你 至高着的能力要辟隐你 天使来像玛利亚这样说 圣神降到你身上 耶稣一到世界上来 是因着圣神 然后他为了父而生活 看我们已经看到天主三位 不是一个理论 放在那儿给我们没关系 在耶稣的生活中 一开始他成为人 就是因着圣神受孕的 他为了父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们还记得 圣经上创造世界的时候 大地还没有形成之前 上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 圣神降临节 我们唱那一句大唱歌 上主求你虚弃 使大地焕然一新 第一次世界的创造 是在圣神内 上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 这个水代表着生命 由天主圣神赐给世界生命 不是我们凭空就来了 我们的生命来自天主 我们祈求圣神再次更新我们 求你虚弃 使大地换了一新 再给我们新的生命 所以就像耶稣 在母胎形成的时候 是借着圣神 我们同样 每个生命来自圣神 随后 耶稣公开的生活 他灵洗 灵洗的时候 圣神像鸽子降在他头上 有父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看天主圣三 又一次出现 后来圣神把耶稣带入旷野 四十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 圣神带耶稣进入旷野 等耶稣守斋以后 回到纳萨类 第一次站在会堂里讲道 他说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 他派遣我向穷人传报习讯 向俘虏宣告释放 向受压迫者宣告自由 又一次 上主的神出现在耶稣身上 其实我说出现不太准确 更好的说 上主的神从耶稣的生命一开始 直到最后十字架上 他呼出了那口气 那口气 就是圣神 在耶稣整个的生命中 圣神没有一瞬间 没有一秒钟不在 耶稣所说的话 所做的每一件事 是在圣神内 他完成父的旨意 是在圣神内 说到这里 我想差不多就够了 天主圣三 不是一个理论 到底有一个还有五个 几个 跟我们没关系 不 天主有三位 这三位是一个家庭 要不圣若望到后来说 天主是爱 一个怎么能爱呢 为什么我们的家庭 要两个 要三个 天主自己是这样的 从一开始就三位 在一起爱着 父爱子 完全为了子生活 父不为自己 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他是自私的 天主不是自私的 他是爱 完全为了另一位而生活 父 完全为了子 子呢 不只是接受 他完全给予 为了父 朝着父生活 而父和子之间 没有别的 只有爱 那就是圣神 在他们之间 像桥梁 让父和子 在一起沟通 天主内 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一个爱的生活 所以有一天 他说 让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子 造人吧 天主什么样子 什么颜色 个子大小 不是这个样子 天主说 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 照我们的模样 造人吧 天主的模样是什么 天主圣三 你看他说 让我们 没有说 我要造人 这一位说了 算不 这三位在一起 让我们 按照我们的样子 造人吧 造了一个人 一个人是亚当 然后天主说 一个人不好 为什么一个人不好 一个人 不是天主的样子 当然 亚当是天主的肖像 后来他们又造了一个恶化 女的 虽然男的和女的不一样 每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 可是 在这儿要小心 男人和女人 两个人在一起 结合为一 成为夫妻 这时候 更是天主的肖像 男的为女的活 女的为男的生活 天主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 一个人不好 我们再造一个 跟他相称的助手 让他们在一起 当男女在一起相爱 正反映着 天主自己的生活 后来他们有孩子 男女如果只是相爱 没有孩子 还不好 为什么 教宗方基哥 讲到家庭的时候 他说 今天的社会 是一个 没有希望的社会 为什么呢 出生率 不到百分之一 出生率 不到百分之一 人口增长率 不到百分之一 一百个人里面 今年一百个人 明年 有一百零一 为什么人口不增长了 很多人不结婚了 很多人结婚以后 不要孩子了 教宗说 这是一个 没有希望的社会 都在老年化 这是一个自私的文化 我们不再愿意 借着生意 借着付出 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我们保存自己 好 多不容易 把一个孩子养大 我们挣了钱 自己花 将来又转了钱 出去旅游 老了 有养老机构 我们掏钱 在那里活得更好 你现在都把钱 花在孩子身上 老人发多大急 中国现在 已经放开了二态政策 恐怕过不久 要奖励生育 三胎四胎 甚至以后会奖励 因为人们不再要孩子了 要不教宗说 这是一个死亡的文化 一个自私的文化 一个个人主义的文化 天主不是这样的 天主他是圆满的幸福 他自己过得很好 可是他说 让我们造人吧 让人按照我们的模样 什么模样 夫妻在一起相爱 一位为了另一位生活 这个是天主的模样 当他们生孩子的时候 同样他们把爱 放在孩子身上 孩子孝敬父母 这是天主圣三的生活 一种爱的交流 你看 所以从小我们背 天主有几个 有一个 然后有三位 给我们好像没有关系 不 我们的家庭 是来自天主圣三 我们的家 父母 丈夫 妻子 孩子 这是天主圣三的生活 所以每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天主圣三的家 讲到家庭 昨天我参加一个婚礼 我很少参加婚礼 神父在教堂里主持完 然后你们回去 到饭店里热闹一会儿吃饭 这个仪式 两个仪式都有 一个是宗教的仪式 一个是社会的仪式 按照社会的风俗习惯 结婚 两个都很好 昨天我祝福了婚姻之后 然后他们举行婚礼 那个私仪在上面主持 也是为了活跃这个气氛 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说 新郎新娘请你们 跟着我重复几句话 先是说新娘 你听好了 新娘就听着 结婚以后我不做饭 新娘就说 结婚以后我不做饭 结婚以后我不工作 那个就说 结婚以后我不工作 然后还有几个问题都说了 然后问新郎 这样行吗 新郎说行行行 那你跟着我说 当他不高兴了 我要哄他 他要不高兴了 我要哄他 然后他们想花钱的时候 我要给他 新郎就重复 其实好像在我们的文化中 是这样的 结婚 有人给我做饭了 结婚 有人给我钱了 结婚 有人给我洗衣服了 怪不得今天离婚的那么多 你发现结婚以后不是那么回事 你想要你所喜欢的 结果他也想要他所需要的 谁也满足不了谁 最后发现我们放不到一起 今天在大城市 现在城乡快一体化了 乡村跟城市也差不了多少 即离婚率达到50% 我说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社会学家的调查 在中国 也就是说 我们村今年有十家结婚 可能这几年就有五家要离婚 有两家就有一家要离 你想想 这个是什么概念 为什么这样 我们已经不再按照天主的样子生活 父完全为了子 子完全为了父 所以他们之间不会离婚 不会分家 因为一位为了对方 谁都不想自己 发现对方完全为了自己 这就是我的幸福 是这样吗 同时自己完全给予对方 这个是一个爱的交流 完全不想着自己 这是天主圣三的样子 每一个家庭我们要活出 这种生活 这个是基督徒的家庭 这个是纳扎类的生活 若瑟为玛利亚服务 他有他的计划 可是有一天 他发现天主 有天主的计划 他什么都放下了 照顾玛利亚和耶稣 而玛利亚 而玛利亚完全温顺地服务这个家 我们每个家是天主圣三的肖像 随后还有教会 当天主建立了家庭以后 发现时间不久 亚当和艾瓦就活在自私当中 他们犯了罪 亚当开始指责 艾瓦 艾瓦开始批评亚当 随后他们的孩子又怎么样 家庭和亚伯尔 弟兄们本来是最亲的 是手足的关系 手和脚的关系 结果 家庭杀了他的亲弟主亚伯尔 天主一看 这就是人呀 按照我的样子造的 怎么这么不争气 这么不理想 魔鬼在破坏 在诱惑 在摧毁天主这个爱的人的计划 所以天主马上说 有一天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中间 女人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 要战胜魔鬼 建立一个新的人类 新的家庭 有一天耶稣来了 他生于玛利亚 那是女人的后裔 他建立的这个家庭开始是12个人 到后来到全世界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 我们成为兄弟姐妹 我们没有学员的关系 彼此甚至都不认识 可是我们在一起进入了教会 我们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彼此相爱 教会 有没有教堂不重要 我们多少年在外面祈祷 对不对 下着雨 刮着风 下着雪 顶着太阳 我们多少年就过去了 有没有教堂不重要 甚至 有没有神父 有时 我觉得 一个堂口热心不热心 也不在神父来得多少 你们相信吗 上一个主日 降临战里 有两位教友 从长白山来 给我们一起往弥撒 因为前一周在这避静了 避了一周的静止后 来这里过战里 过完战里 就赶回去了 他们那边 一年去五次神父 两个月 两个多月去一次 还都不是主日 那些堂口 一年能见上五次神父 平常他们主日 根本没有弥撒 他们怎么办 大家进堂 念玫瑰经 拜苦路 读圣经 神望弥撒 两三个小时 大家进堂 教友们就站在前面 几个人分享 今天的圣经 我是怎么理解的 我在前面给大家分享 下个主日是另外一个 这些教友们都轮流着讲 这一周是怎么活出圣经的 结果他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有一天在网上 找到了我的讲道 他们如获至宝 神父在讲圣经 神父在讲道 比我们讲的好得多 后来他们就不再讲了 就把神父的讲道 每天放在教堂里 让大家听 所以我的声音 也到了吉林 到了中国的北部 他们每个主日 大家在一起 没有神父 就听神父的讲道 我想现在我讲的 他们今天可能会听到 真的 要不 刚才我说这句话 我在犹豫 要不要说 神父在得多 我们也不一定热心 神父不在 可能人们很有渴望 这么远来这里毕竟 他们说我们回去以后 发动更多的人来这里 参加毕竟 坐火车 二十七八个小时 到这边来 我们毕竟五天 他们连来带走要十天 教友们 我刚才在讲什么呢 一个堂口 一个教会 热心不热心 不一定在 有没有漂亮的教堂 也不一定 神父呆的多少 一个堂口 每个教友 让天主活在自己内 我们的堂口 彼此成为兄弟姐妹 相爱 相互帮助 像天主圣三的生活一样 这是一个热心的堂口 每个人心里装着天主 把天主放在第一位就好了 教会是天主圣三在世界上的帐篷 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 天主圣三住在哪里 住在教会内 如果我们彼此分离 彼此反对 分党 分派 相互攻击 放不到一起 天主圣三没有办法住在教会内 弟兄姐妹们 教会是一个家 就像天主圣三一样 上个主日我就公布了 我们今天要选举会长 我们要特别为 我们堂区的会长们选举祈祷 今天就怀着这个意向 下个主日我们继续为这个意向祈祷 为参与选举的每个家庭 为关心帮助教会的每个人 求天主活在你们心中 这就是降福 让你们做天主的孩子 关心天主 听天主的话 这就是降福 你们不要以为神父一说降福 就说这一周肯定我做买卖顺利 因为神父说降福我了 不 你把天主放在你心里了 让天主住在你心里 你做他的孩子 这个是降福 其实会长们 是一批奉献自己的人 就像神父们一样 前两天吃饭有一个教友说 我最不喜欢请人们批评神父 他说为什么呢 不说神父能力大小 不说神父有多少毛病 就首先一点 神父能舍家撇业 为大家奉献 一辈子不结婚 辛苦的照顾教友 就这个就足以令人佩服 我们批评神父 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现在不要说离婚 把家扔掉 你走上三年 离开这个家 你能离开吗 所以就这一点 神父已经不容易了 其实这些话 是对神父的理解 但是并不是说 我喜欢人们对神父的鼓掌赞扬 神父做得多么好等等 耶稣说 你们在世界上得了人们的表扬 在天上就没了 理解也好 不理解也好 神父就像你们 应该尽力做他所做的 不然同样受天主的审判 每一个人 我们每天要活出天主 要我们活的 在这儿我说神父 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 应该是一个完全奉献的 会掌门在神父后面 在哪个堂口也是一个完全奉献的 我记得一位老会长当了多年 他说当会长要记着三件事 这或许是总结他一辈子的经验 拿三件事 要舍得拿钱 别人不拿的时候 你得带头拿 教会有需要的时候 你在困难也要走到前边 舍得拿钱 第二个 舍得花时间 有好多活要干 可能不一定 常年都盖教堂 要打扫卫生 有时看不见的工作 好多 需要花时间 有时常常请假 上不了班 哎呀 教会里有事 人家有的时候就对会长说 哎呀 愿意要别人在哪里厂子干 不愿意要你 不是你干的不好 也不是不尽心 你耽误的太多 你看三天两头不来 知道你的事多 是 一个会长 要常常贴时间 你要是当了会长 哎呀 我没工夫 去找他们去 你有缓 神父一盘 往下边 你们去干活 自己该上班上班 该出车出车 该做买卖 做买卖 聊三个月才回来 哎 怎么样了 那你最好 你就卸任 就说不行 我当不了 这个我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这个是会长 终结的经验 第二个是要花时间 第三个 还要准备好 让人说长到短 准备好挨骂 你这个好心 为教会帮忙 为大家调节 你跑到前面 别人说你出风头 别人说你 背后说一大堆 越是那些不参与教会的 坐在后边 批评 这是很正常的 你越看那些 谁爱说神父长短 说会长长短 那些人 叫干活不去 念经 不来 教会活动 教会团体 不参加 然后站在后边 说长到短 这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是谁的工作 魔鬼的工作 魔鬼在一个堂口 就散布分裂了种子 什么事情一分为二 都有利的 有弊的 有好的 有不好的 有时我们只看了个不好的 让我们消极 然后带别人都消极 这个是魔鬼的工作 他在攻击教会 要小心 所以教会是一个家 今天讲到这里 就像天主圣三 每个人奉献 有一批人愿意站出来 我为教会奉献 为了堂口的发展 我帮助神父 带领大家 我愿意牺牲自己 这是我们当会长的 那个目标 首先这个精神 牺牲自己的时间 钱 面子 我为别人服务 将来天主会赏报我 为了这个 有个人 原来当着会长 后来 神父不让当了 让当了 就给神父别劲 很大意见 为什么 他说 神父你看 我不当会长了 俺家小子就行不上媳妇 没人跟说媳妇的 都怨你 我要是当着会长 说起来是个会长 就像村干部一样 你看 到哪去 一说 这个 哪个大堂口的会长 那不叫我当 是 我们为什么要当会长 准备好牺牲 奉献 这个是我们的精神 所以 带领堂口 不一定是盖教堂 打扫卫生 这些工作 带领堂口 活出爱 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团体 这个是我们 整个堂区的目标 这个是每个小村 小堂口 都要朝着这个目标 怎么样让我们大家 彼此相爱 我想有好多事 不一定完全有神父指挥你们 像这表一样 搏一下就动一下 那样不好 你们自己会长们动脑筋 怎么样让我们村 在我这几年带领下 让大家彼此相爱 交友跟教友们之间爱 交友跟外交人之间爱 在社会上 我们发挥爱 发挥好的影响 就像教母一样 让我们祈求天主 为了这个异象 祝福我们 让天主圣三 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家 进入我们每个堂口 让天主圣三 共荣的精神 活在我们身上 阿们